完成香港精神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大陳志豪由大東 每週一次跟曾志豪連線 Hello 今天這個樣子告訴我 今天這個爸爸很辛苦 有點頹 盡力了 特地換上衣服 沒理由晚上在家裏穿衣服 為了要上鏡子 盡量多拍一些水份子 進去皮膚 你怎知道那個人很累 那個人很盡力做些事 但是你覺得他沒有能力再做多些事的時候 有些手尾還沒做 例如你的頭髮平時 第一這個星期沒有時間再去剷 你看到他已經盡量想梳了頭頂 然後到尾那裡有點亂 不要緊 然後穿一些襯色的眼鏡 和衣服 很想做一個營業 連線都上了 但是真的感覺到你又疲累 這個星期是不是因為小朋友真的開了學 一個星期怎麼說 經過一個星期台灣的小孩回了學 你不是說原本 其實是好 給他們經常上學 你應該有些空間做自己的事 那個轉變怎樣 我其實是多了很多free time的了 已經 不過就是 你怎樣去利用那些free time 就沒辦法了 可能自己修行都不是太夠了 現在就 都愉快的 因為他們一早起床 那麼我最早就六點鐘 就已經要找醒大兒子了 對呀六點鐘 因為其實回到八點嘛 你知道年輕人都 就是慢慢來的 龜肚菜跑他們永遠都是屬於 烏龜那一邊來的嘛 雖然去到終點幫我慢一點 那你頭到尾這樣 你要趕著他上鴨仔 好像就是 趕鴨仔去廁所擦牙洗臉 之類的 那跟老婆娘我夾手夾腳 那你就六點鐘 起床一轉 然後再晚一點 就到小兒子了 小兒子的幼稚園 就可以回晚一點的嘛 他就回九點 但是你都要趕他起床的 到時候又搞了一輪 就七點多 就剷他起床的 所以就剷了剷了 送他們回去 因為我現在小兒子沒有校車的 我發覺都可以不用 自己跟他坐車 我現在都沒有買到車 所以其實現在都是帶他坐巴士 都OK的 走幾步路就有巴士 然後一站就到學校附近的地方 再走幾步路 不過就是 做完之後就 不錯的 你回來我再做了跟田豪祖 三部頻道那裡之後呢 其實你都可以說有 四五個小時左右 接近是 可以給自己做自己的 對呀 攤一下在家裡 跟老婆吃吃吃吃吃吃飯 睡一會兒 其實又夠時間接小孩的啦 又過了一天的啦 哇 這個台灣爸爸 其實都OK的 我想看看 這個分工是怎樣的呢 你不是說要 現在你都是兩個父母一起送鞭婚 是的 哇 這個真的很難得的 其實你以前香港應該就不行了 以前有的 以前有的 以前的 是的 以前 不 一齊就不行了 一齊就很難了 因為他們那些 反而那時候在香港呢 其實我覺得遠過這裏 因為這裏 可能我們選得很近 總之你附近就行了 總之香港那時候 一開始我也可以的 我載我兒子上學 不過呢 很快呢 他長大了 他不要爸爸載的 他喜歡坐校車 有同學一起玩呢 哇 他第一次拒絕我的時候 我多惡然 我說明天爸爸再載你了 爸爸不要 我要坐校車 很會兒子很熟悉呀 香港的小孩真是 這邊的去到年輕人 就是十歲以上 開始十一歲 十二歲 喂 我的朋友在裡面 你在一個遠遠的百米 放下我就可以了 就是很多家長是接受不到這一刻 為什麼他不接受呢 那你兒子幾歲的時候 一叫爸爸不用說 我想坐校車 五歲而已嘛 他今年才六歲 他年齡前 我不止了 其實他我想四至五歲 他已經聰明了 會有這種 就是我覺得 從同學玩他開心點 那你來那些弄給小孩的餐我很八卦 始終都是一個父親 我真的很欣賞那些小孩的 你現在在經歷了 你不會弄的了 你太太弄的了 我不用了 你說什麼? 午餐那些嗎? 午餐學校包啊 因為他們有伙食啦 差很遠 如果你要我們再弄完呢 應該你看到我們就這樣的了 就這樣開麥克風的 真是不行 他的學校這裡好 譬如他有一些選擇的標準就是 如果他的學校配備自己的廚房 我不知道加拿大那些學校有沒有這家東西玩的 有些也有的 是的 香港也聽說有一點點有的 但是台灣他們都是拿來做一個挑選的準則 都是當地的家長教我們的 就說如果你選擇學校 除了你問他是不是有什麼文武雙傳啊 就是那些琴其書話之外 有個地方都可以讓你判斷他是好啊 還是一般的 就是又不可以叫壞的 好還是一般 就是他有沒有自己的廚房 他說有自己的廚房 最大的優點就是 老師也是吃那個餐 同學也是吃那個餐 那就是有什麼事呢 老師一定會知道的 那些豆腐冷了 那些飯硬了 他說這個很重要的嘛 你的年輕人就絕對不會怕吃了一些 就是可能是劣質食物啊 但是那個老師自己可能就在另一個 就是街位上面 完全不知道啊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挑選的因素 挺好的 我覺得開始每天跟你聊一聊這些 可能有些人會 就是台灣是 除了英國之外是第二個首選來的嘛 除了香港人要去的地方 所以你這樣說一說 真是很實戰 那那些小孩呢 我相信那些小孩去到一個星期了 就是他 趴敏德國瑜啊 跟 跟學生們的相處怎麼樣呢 小孩就太小了 太小了 他其實純粹真的給他社交一下而已 那麼他進步都挺明顯的 就是他由一開始會氣嘛 就是正常嘛 有招離分類的那些 我很快他已經非常之地瀟灑的 第二天就已經 就是我拖著他入校門呢 他已經說拜拜 早點來接我啦 就用國語和你拜拜啊 不是廣東話的 都是廣東話的 是的 因為這個都是很多家長呢 去到外地呢 都有這個共識的 無論你去到英國啊 加拿大啊 台灣啊 我聽很多家長的共識就是說呢 家裡一定要說回母語 那麼回到學校呢 就讓他盡情地學習當地的語言 這樣呢 你才可以保留到 你來自那個地方的一個文化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同意 我老婆這樣跟我說著我 那时候我說對 有道理的 就是說你就要 因為我知道那些家長呢 她不是想故意蠻多擦湯的 她只是想著說 帮補一下呀 譬如有的人英文可能很厲害 她就希望在家裡 都用英文語境呢 來培養她嘛 不停地跟她 頭痛 那些反而 你就可能在家裡慢地跟她說 说说多讲一些国语 不是回来就适应不了 但是原来他们说有反效果的嘛 就是你搞一搞一搞一 他下次回来 他真的只跟你讲英文 他不再喜欢讲广东话了 到时候吓 吓都无谓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 这个真是我个人真实的经验 我就是因为最初他们过来 就帮他在家里适应一下 看节目 说一说一说 其实他跟你讲中文 但是开始有一两天他尾音了 开始不知为何我们在祝福上 其实我们第一次 应该九七那些移民那些 其实很多人都会后悔的 他们除非在家里面 当时看TVB那些是OK的 但是如果不是那些就英文很好 包括我儿子我女儿 儿子的老婆 媳妇全部都英文 他跟你讲的 OK啊 妈妈是不是现在吃了饭了没有 噢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移民那些人 去到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又真是会保持住的 我看到很多叫广东话家长组的 所以他们都有一些大家互相 这个是好的 我觉得一条小孩很有趣的 原来学很多语言 他们都管理了 是我们的 是啊 是啊 小朋友 他无所谓的 所以没有人给七种语言 八种都可以的 是啊 是啊 这个可以分享一下 我有个这边的台湾朋友 他是香港过来的 已经好几年了 他也有小朋友 他就告诉我 他有个长辈跟着他一起过来的 他的长辈就是讲乡下话的 忘记了福建还是哪里 总之是讲乡下话的 讲那些语言 国语固然上学会懂 有教英文的 所以会识讲英文 广东话识讲广东话 还会识讲什么呢 识讲婆婆的广东话 什么叫婆婆的广东话 他又翻过小的一环出来 是的 那个叫婆婆广东话 其实就等于刚才你说的那种 就是足声口音 不过你那些足声口音 就是英文康讲广东话 那些所谓婆婆式的口音 就是说你十饭没有啊 哎呀 这些香肠吃快点啦 他说他那个年轻懂得这样分的 跟自己父母年轻的那个 就懂得说说妈妈吃饭 一跟婆婆说他玩他 就说婆婆吃饭咯 所以他就说明了 原来他说那个小朋友 竟然是可以每一种语言 分得很仔细 这些叫正宗广东话 这些叫歪歪的广东话 所以都不要小看他们 他们可以应付的地方就是 他见到什么人说什么话 没错没错 很厉害 其实突然间令我想起 香港人的实际又来了 你应该好好参加你的儿子 让他多看台语 万一要留在台湾一段长时间呢 其实台语是一个 以我们当时做艺术家 去台湾 原来你懂得做台语 就是你的不论的career 就是拍剧也好 做幕前幕后 是多一个很大的市场 因为他们这些电视台 很多都是台语的 听说他们就算连一些政治人物 无论是各级市长 员长 议会 无论说他总统 他们如果真的想增加胜算 拉近和当地论主义 怎么都要 就是他如果是所谓本土人 固然就不不不不 如果他是外省的 甚至乎他是那些已经隔了一代的那些 他都要说一两句那些问南话 就是希望可以让你有种亲切感 不过很难 我真的不懂 杜汶泽在台湾的人 懂不懂他 我只知道唯一一个 不像我们做评论节目 杜先生就只是娱乐又卖鸭血 你知道他由演唱会现在变成这样的了 他在做食物 他在台湾人那个市场 就是你去到所知道 他是否一个 well known figure 我又没有特别去打探 因为我比较玩得多的那些台湾朋友 有些就是传媒界的 他们认识他的机会率又真的大很多 我又没有特别一般去问过 不过我猜你其实看之前杜先生的新闻 你看到他都频频上台湾的报纸 还有都会有一些 我觉得是一个指标的就是 是有一些台湾的网民去攻击他 就是无论那个网民攻击得有理还是没理 其实这些就很明显说明一切 就是当你说的话 是会在当地的媒体里会发烤 还会得到当地的网民 无论是赞还是攻击 那只能代表你搞定了 被认证了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去推论 有一个朋友我们也是做广播 我后期一点 你就做广播很久了 这个都是应该眨眼快必 一年9月6日开始 就到现在过了一年了 就是你看到快必 虽然你看到石长花 他们啊 邵家春说其实他都很厉害啊 在里面呢 你自己看到一个同行 一周年在里面 你自己的感受又如何呢 我想所有人看到 他们这一批 比如快必这个呢 就是几乎是最早的那些被捕人士 其实都是只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那你就引证了香港的法治 还剩下多少 又或者新香港时代的法治特色 究竟是怎样的 就是未審就先坐 你想想不是未審才判这么简单 未審才判都可能只不过是说 在一个舆论上 或者在一个罪名 就安了你一个身份啊 但是都没剥夺你的什么权利啊 现在这件事就惨到一个地步就是 未審 未有机会審 但是就已经坐了 坐的刑期 就是有些人都说 其实你和判了有什么分别呢 不过这个真的是他们的特色 我看回有些资料 可能说说六四之后 当年六四之后 有很多就是一些流亡人士啊 无论他是学运领袖啊 还是一些当时是北京啊 或者一般的那些市民 他们被人抓了之后呢 原来都是有一个相同的想法呢 就是 可不可以快点审我 就是原来那时候几十年前呢 就是六四那个年代呢 原来大陆的审讯都已经是这样的了 就是捉了捉了你了 不是立刻审你的 都搞了很久的 就是他可以无了期地拘押你呢 其实你更惨 所以他说当时有很多人 都是很愿意 就是说可不可以 你快点审我 你审了我 就是你判了我二十年 我都知道二十年了 十年我都知道十年了 就是跟现在这种状况 都有一种惊人的相似 那这种新的特色 我想就真的是 我想香港人 没办法可以接受了 就是他比起之前那些最惨的就是 就是你想欲变都无从啊 你到现在都不能够说他有罪 你连想伸冤 平反 你知道快必摆口多好的 可能他其实一直都在等着 大哥你给个机会我上庭啊 你上庭你审我 我也有机会跟你抗辩一下 没有的嘛 就是现在就干煎干等这样 我就很有趣 就是其实一直呢 不跟他熟的 但我反而有几次街站 我都跟你分享过了 就是在桃湾那里 就是每一次大家看到直播 他就真的有句话说一句 就是其实他任何情况 都是说那一套的 就是你看到快必不会因为 这儿多些警察来了 那他就会突然间 说坏一点 没有 就是真人又没有 看到直播又没有 那我就其实都觉得 哇很难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是说回同一番话 那我已经是很佩服他 那其实进入了这个环额一段时间了嘛 那其实一段时间石牆花就呼吁那些人了 比如大家写信 其实我很想写信他 终于我昨天有位朋友 就要回香港 这个时间很勇敢 回香港的人就 那我说喂 我立刻就写一封信 就写一块 就是写给快必的 那一两个 就是很大字 总之我觉得 原来我真的得起心肝要写给他 我真的第一次 这样去写信给一个 你跟他说什么 你跟他说什么 说不可以 可以和大家分享 说些是可以的 我只会告诉你 这个真是经验 如果寄了回去 真的害了他也没办法 OK 他们的书信都是要审查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可以有些秘密的说 真的不行的 我真的以为 我就这样说 我知道他有个基督徒 我就是拜必弟兄 终于的起心肝 相信给你来 我是郑敬基 不是郑中基 哈哈 我知道他在里面 我见过他 有时候跟他说哈喽 你不是郑敬基 那种 我就知道人坐了这么久 难道他还想看你这些 很有文章 我想他整个笑的 不过 没错 是名不虚传 过气过手 酒杯后 这样 起码他也很惨 笑一笑 我也要踩我自己 不过真是半个事实 今天回到教会 听到牧师说 你们有没有想了很久 但没做呢 我就是有 我就立刻拿一支笔 很感谢他为了香港人 和香港做了很多东西 我真的很敬佩你 人在里面和外面里外合一 他说了一句 任何情况都是说真话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稿是写 任何情况面对黑警 暴政 你都是 我突然间 我老婆 你不捨得这个字 然后我就 很难找黑色的marker 都不捨得 不行 现在我说 任何情况 说真话 fearless 这个英文 态度不一 没什么说 然后我就说 多谢你两次在铜锐湾 见到你分享 觉得你非常之有 里面是非常敬佩你 我自己也很厉害的 很多谢你 我自己来到一个音乐会的 我说我选了他一个叫心虚演唱会 他曾经在海旁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阿Sam在网上 那时候就刚刚禁止香港 每个都音乐在网上 然后我就做了 Sam虚 郭富城 一堆 他把Sam虚一些歌词 他说其实Sam 这么贴地的一个音乐人 那些歌词就是 蚂蚁要找食物 他说其实现在香港 就是学生歌 很温功课 他说现在不是温功课 现在Sam你应该改一些歌词 应该好似我现在改那些 这样就正了 那我就选了一首 我卖了关子的 我说下封信呢 我才告诉你我选什么歌 好 这个挺好 就是有些联系啦 让他可以期待着 你下一封的答案给他 我怕他还是没什么时间 但是我听闻他 是收得最多信的 他坐得最久了 他说他已经记得那些信 就是那些字体 就是根据 一看完我 这个就是曾志豪 台湾志豪嘛 这个就是过去歌手镇鸡 走杯后港级 他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看到那些字迹 所以就是祝福他 我想祝福你在里面 就是有力量啦 去到这个时候又不懂怎么结束的 永远都 是是是是 我也不懂怎么结束 祝福你在里面 难道你祝福在里面开心 是呀 生活愉快又好像 生活怎么愉快呢 是呀 你说早日释放又好像有刺激的 好像又惹惹惹的 那你最后的结尾怎么做 最后就 最后结尾呢 我就说 我知道了 因为我很老套 送上一节经文 互免之 那什么什么什么 譬如当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那些 你还没看之前 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就结束了 哦 即他是一个很贴地 因为可能很多人知道 我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只是读神学的 你知道吗 在这个崇基大学那里 他们的神学院 读神学的 大家看到快逼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很厉害的 哇 他又爆粗 有骂政客 有骂警察 这么放的 哇 不行 但是跟着那些人就说 哇 这些才是寻求公义 我最后用这个 其实是 我们信教的人 常常被人说 你们真的有东西又不出声 反而 所以我就用这东西 用健美 就是给他一个认证 就是他的确活出了一个真正 应该信这东西的人 那这样就完成了 一个有信仰的人 就是不能够只停留 可能在经文里面 就是没有能够将他在日常生活里面 应用出来 其实是很难得的 就是你想想香港有很多人 为什么有信仰那些 但是那些宗教领袖 出道理 其实你看着 哇 原来你的教领是这样去理解这件事吗 哎呀 你的教领这么喜欢的人去诬人吗 都知道的 有些人敢照了 甚至于叫我去做 但是呢 我呢 我很久没一个这样的感觉 你知道Superhero里面你经常都看到 要是Batman 要是Superman 要是有很多Ironman 这个周末 因为我们加拿大这儿长周末 今天是Labor Day 明天才开学 今天不跟台湾 很有趣 有一个女士 女仔 我一直都觉得她很厉害 不知道哪里来的傻径 原来傻径都是一刻而已 但我觉得这个人不是一刻的傻径 有人最近形容了她 你记得林亚珍是什么感觉 很久以前了 七彩林亚珍 记得吗? 林亚珍 但她变成Superhero 哇 我今天想给你做一个比较 这个就是Superhero 这个是X Superhero 这个叫Fallum 他是X-Man 被人X的名字 不 因为X-Man是变种特工 很贬 变种特工 其实我是很心痛的 他是我的偶像 你有没有唱他的歌吗? 有啦 当然有啦 那时候我在电台 整天都很热爱他的歌曲 不过不是说真的 你刚才用这两个做比较 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对周恒彤太不公平了 最近觉得周恒彤真的是一个最…如果你说找一个那个坚硬程度 不论他性格里面 还有他在里面坐过一阵的了嘛 就是在里面 然后出回来 一般人都会说 哇 禁声不出声 但是他这个周恒彤里面 他的决定所做的事呢 我是觉得很厉害的啊 他只是说我拒绝不会再给你警方拿任何资料 还有他会交代啦 9月7号就交代 警方我为什么不给你 就是他说我say no to你 帮你散播恐惧 是的 我觉得他很有型那句 其实不可以叫有型 你可以说他那种坚硬的地方 第一他竟然可以拒绝警方以国安法名义 叫他交出资料的这种做法啦 就是你知道现在警察是大了的嘛 更加国安法 就是基本上是上方没有劍啦 他第一个是say no 然后第二呢 他那个say no的理由呢 不是说什么 我没有罪啊 就是不是讲这些义的用事 就是刚才你说的一句就说 对我们的恐吓到此为止 是我们不会帮你将这种恐惧散播开去 就是他本身是法律人士来的嘛 大家也没有忘记周恒彤他是律师来的嘛 他其实真的很心知肚明 当然他是用着旧式的 就是我们两个还是活在过去年代 那个所谓法治社会的那种的法治常识 就是没办法 这种是我们时代的悲哀来的 他用那个法治常识去理解就是说 你说我是外国代理人 但是你连我是代理哪个外国哪个组织 有任何证据你都拿不到 他有一句说话反驳得很腾腔有力就是说 你总不能说我们是代理中国任何以外的地方的啊 就是你不可以用一个所谓传清法 总之你就是代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他说你没得敢说的啊 他说你既然不能够这样谈 阿尔盖达 阿尔盖达 你可以说他是很硬正啊 这个理据 但是很可惜在五年后 大家看得到就是道理在你手 但是拳头在人手啊 所以为什么大家对他那种硬正的佩服 以及也都担心就是 哇你真的都想象不到 跟着而来那种政治的报复可能会怎么样 但是他就告诉你 我不理恐吓到此为止 一切都是一种吓我而已 我停在这里 所以现在真的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时间 就是香港时间或者台湾时间 6号 7号也就是说 我想应该这个节目出街那一天 就是第二天 他就会有最后通牒 就说7号之前就是代理了 我也是不会交的 就是真的要拭目以待 我真的不知道究竟 现在是他战胜了恐惧 还是那个强权继续压下去 就是这个公义那里 这个很重要 我为什么被他震撼到呢 就是这个人就是 你说得对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害怕的嘛 就是你知道国安法在这段时间 大家都静一点 如果不是都允许 就是兜条路去说 他没有啊 那两个字叫顶撞回来啊 就是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两年前运动的时候 个个都就是文宣也好都是笑你的啦 都是照说啦 但是我以为看到周冠威导演那种叫心里面平安呢 我已经觉得很厉害啦 但是你都感觉到周冠威导演呢 就是说我尽量是一个我自己认为可以创在空杆 我做自己的事 你不可以创在我 所以上次在那个视影会宦外那里 他就尽量讲了话啦 但是到走行图出来呢 我经常在想着 就是我们会想到压迫的强权已经去到一个位置 差不多应该没有什么走检位的 但是他不是走检位的 那个位置里面好像从来没有过红线那一下 不过其实我觉得无奈的就是 其实你真的谈不上的走检位 因为其实他没有走到一条路出来 他只不过选择了他不跪下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第二个理由 除了他本身用他的法治的原则 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既然没有做错 我为什么要承认呢 这个是第一 但是我想第二就是 即使他用政治的角度去衡量的风险 其实我想他自己计算的数都是 你以为他交一些资料出来 就会没有首尾吗 就是说他继续配合你的政权的要求 是不是就代表一劳永逸呢 还是反而从此你就落入了对方的那个制爪里面 总之两样都可能分别不大 你不交给他 当他有打击报复 你被人抓了 是受到他的制爪 你不交资料 但是你照交资料了 但是原来他的威胁 可能他对你那种叫做 随时要逮捕你的那个可能性 没有解除到你一样都是不自由 就是可能其实周恒彤他都想过 而且他看到有前居之间 教协他不是一样跟你逐步去妥协 就是真的冷几一句 教协都跟你妥协了 到最后的一个月 他换你的结果是没有放松过追击的 所以我想在他眼中 你与其我交资料 交资料都很大事的 可能他用他的法律角度 这个真的要他们的法律角度才知道 我如果交资料给你 会不会等于间接承认呢 我是外国代理人呢 像不像那些人说遇到交通意外呢 常常都有他说的 就说千亿不要说sorry 你说sorry 一会有人说他说了对不起 他承认了法律责任了 这个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 可能有此一考虑就是 我给你又死 我不给你又死 分分钟我给你还死得更厉害 你给我你都承认你了 我国代理人 就是我想他考虑完这一抽之后 就不如 就是 反正都是了 引刀成一块 潇洒一点 你要逮捕的 你明天就来逮捕我 不要没完没了地折磨 我想可能分别就是这里 他真是见的 因为我差不多感觉 你说得很好 你那个逻辑分析 就是思想上的 他说可能他一路已经看通了 一条这样的路 你这样就算配合 反正都没有出路的啦 那我就不如就是这样做 但是与之同时 我觉得他厉害了 其实你记不记得他不是订了分的 答应了他的维权律师 就是中国那位呢 就是我差不多 我听到看到他的新闻 你刚才这么说 就是他心里面呢 吹啊 我就是有一个肯等我的 还未吩咐 就是他实在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 你知道他的照片 常常都 你看看 就是笑着的 就是好像小云那样的 其实就是 就是他是有这种 但是如果你看回这些 就是我又将你的偶像出来 曾经啊 就是我身边的女孩 曾经唱歌 那些人又去唱歌 那些 就是当你这样看到的时候 嗯 就是虽然这么说 就是他们卖食而已 又说什么要放弃 passport 就是同一人给人查数 就是一个这样 和一个这样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反差的 就是有些看到 就是如果两个 就是浪费浪费看着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 我又怎么说好呢 可能 可能都是偶像心态作祟 其实你很难赚得到 赚不下的了 但是你又会 反过来 其实他都是想着做一个叫做 人在江湖 不是 指舍的一个位 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股票操作的话 其实郑凌峰 又或者是现在被点名的这一帮的艺人 其实他真的等于股票市场上面 在亏钱 不停被大户唱淡 可能被人沽货 不停抛空的那些股东 他自己就代表自己的股东 那他斩暖啊 还是继续持有呢 他现在很明显就告诉你 大哥不要搞那么多了 再持有这些外国户籍的话 你应该都只是会继续 就是洩下去 不停被人沽空 不停被人唱衰 他指舍离场呢 就更可能有得救 所以他就第一时间就决定了指舍离场 其实他算很幸运的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 郑凌峰 他可以在什么场合 宣布自己退出加拿大国户 央视的访问是谁 央视都给你了机会 其实这台电影都搭得挺漂亮的了 我想这个限预令 或者你说限席令 无论他有多坚 因为现在人们都是传闻而已 但是 就是说都是要对这些人开刀 但是我想他都有一些保护对象 有些打击对象的 而郑凌峰 他可以在这个名单流传中的时候 他的电影继续在大陆上 央视继续找他做访问 还要用一个这么好的位置 不是谴责你 不是用一个说 谢霆凌峰到底你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 你什么什么不是问这些 他还有一个 你看看那个访问的QA 还有一个都挺温和的问法 就是说 对啊 但是他们好像说你 你不是加拿大人吗 然后给个 帅哥 你都做这一行 你都知道这些都不夹顶 哇 给个帅位你 哇 谢霆凌峰有多么好的 第一时间就告诉你 哦 是啊 你说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香港出生的 本身是中国人 加拿大国籍呢 我们都已经申请推籍了 所以你都看到人家又给他提示 喂 你很松了 我会问你加拿大籍 就是说你要放了 那你还坚持来干什么呢 我觉得另一个角度 就是你可以想想 你是谢霆凌 你站硬来干什么呢 难道你打算说 是啊 我是中国人 但是这个是当时留下的 继续都没有坏一颗 不可能 你说完继续都没有坏 就是人家都立刻关机了 就是你不给面了 你几乎没有第二个选择 我现在想想他还有什么选择 他还不退回加拿大籍 还有第二这个你又地胆了 你问一下 我想问他这宗新闻 在加拿大 有没有引起很大的 就是当地的控洞 有没有搞错啊 你不要以后不要回到加拿大啊 除了这样之外 他说哎 先听着 这些叫做最聪明的走势 先听着 就是他说你这么聪明 就是有些人会说 喂 陈英基最初离开TVB 他都剪自己一张卡啦 挺帅的 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公员员工 都可以扮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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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这个陈凌 你不做申请 你剪完你的passport 你有特区护照 你有回乡证 使他担心吗 就是你可以转 但是没有做这件事啦 就是不论怎样 就是国家或者中央台 就是策略性要扮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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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 偶像解释很好啊 但是偶像娱乐圈就是有一个没什么智慧的地方 你看他就很漂亮啦 踏了个位置 仍然继续可以搵食啦 上电影啦 但是他似乎看不到更远的赵美和马云 就是去到下一步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要将周幸彤说出来呢 他就似乎洞悉了到最后 你这么配合 你以为你就会不变的了吗 你的地位 今天你就做了啦 好啊 借了你帮国家发言先 就是做一个等于最初的户籍 你多少人户籍 其实不是个个都得益的喔 但是现在你这样做 谢霆锋 嗯 我真的有智慧 这个就是我经常都觉得没错 就是不是说想矮化娱乐圈的人 因为娱乐圈的人 就是想着都是砖头啦 生活安定啦 多些市场啦 他很少有马云的眼光 我想走啊 但我走不了 我现在捐了钱我也走不了 他真的会 就是有人在我那个组织里面 留过一些东西 他很有智慧这个网友 我不敢说他是谁 他说我看到是第二个红线类 嗯 第二个红线 红线类你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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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粤剧名领 因为红线类当时唱粤剧 是 他是很信国家的 他就宁愿拥抱 当时有任建辉啦 白雪仙啦 就是一些罗剑郎啊 这些很厉害的凤凰女 他是其中一个来到香港拍戏的嘛 又唱那些粤剧啊 但是呢 当时因为他太拥抱这个共产党呢 回到中国广州之后呢 不准再出来 哦 从此就在里面发展 就是他有红线类康的意思 哦 从此他就没有再可以来香港 没有明明规定 为什么他不再来香港 香港这么好 就是这样的 就是跟着就写了 我看到第二个红线类 就是几惨啊 这个偶像是叫做谢霆锋 但是想起红线类 我最初在想是为什么呢 我就看了一点 但是你觉得对啊 如果用这个典故的话呢 其实现在很多上去去找吃的艺人 他真的回不了来香港了 就是这个回不了来呢 不是说他的出入境证件有问题 而是反过来 你现在可以在上面吃得开的 跟香港有身份关系的艺人 你少不免 你都要站在国家的层面说话啦 那你对香港 你的出生地 遭逢这么多劫难的这些背景 他本身就已经是 不适合了 所以你是香港人 不是很想他回来的 而反过来 他也都不想回来啦 他回来有什么好处呢 回来的市场又不够大 又养不了他 而回来如果还要沾上 刚才说的那些政治气氛的 他又要表态 不表态又要被人骂 那其实你说得对 我觉得反而很多 如果上去去找吃的那些 如果他没什么需要的话 他都不想回来香港 其实这段时间是解脱来的 对于他们 因为一向香港人最厉害是什么呢 喂 先拿着自己的市场 用你的聪明智慧 怎样都可以拿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似乎去到这个大时代里面 包括选择中国的市场 你就不可以再说我是为香港呢 我是香港出身 没有了 没有这支歌了 这支歌完了 其实以往可以在 很多个身份的艺人 叫做什么 多妻啊 多妻 现在没有了 一夫一妻 就是大陆的市场了 是啊 所以没有啊 现在他不是做 其实是等于形势上 所有这些艺人都要做一个选择 其实不单止用香港 因为我觉得香港真的太小了 其实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考虑的 反过来你说去到国际了 那究竟如果你说大陆的形象 在这个日子里面再这样发挥下去 就是会不会终有一天 就是连外国人都嫌弃 喂你说你是中国的演员 他都害怕了你的 当然梁朝伟这些例外了 就是都挺好 还可以去到马虎那里 其实他迟早可能他们都要想 那时候没到大获之前签订的 所以这个反而是他们都要再考虑 就是如果你说大陆 又跟世界比的话 那么他们又会想些什么呢 不过都很容易想的 因为又有多少个演员 可以真的能拥抱这个世界 大家都知道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定义 就是说包括澳门 就是当世界巡回的 你以为他真的说 对啊我会放弃了美国的视频 没有啊大哥你不要想了 最后我们回顾一些照片 今天我们说你的小朋友 就上个星期上学了 小时候那些 香港的中学大学就上学了 我们这边因为长周末就明天上学 那就是这样 那有几张照片呢 我又想你看一下 就是当时的 你是不是读读证会 证会 那没有证会 但是就有中大啦 看你能不能按快啦 又有港大啦 是 看到的 那接着又有科大啦 那左边就是2019年的9月 那右边是2021年9月 对了 那就看回了香港大学人 玩photo hunt 哎呦 怎样呢 不同了 就是图具大学之名 其实就没有了大学之实的了 就是如果你说大学 不是就是说可以进去做 就是 就是什么 大学生的四件事啊 要出扑啊 说什么又要爆三过四啊 就是以前 就是香港的大学流行这些嘛 这几年我想自用雨伞之后呢 在大学校园里面大家都知道 是在说追求大学问啦 或者是真真正正要关心社会贡献多些 但是 一炮就将它打回去到十几年前 那些照片我觉得可能当权者看都很开心咯 因为看到有重门心所啊 又没有了一些抗争的痕迹啊 又没有了那种外眼的学生静坐在那这样 但是他自己都知道了 为什么要装个重门心所呢 就是他知道这几年的大学生 其实还是不被他控制咯 他仍然知道 担心大学校园 接着又可能会有第二波 他以为的那些抗争会发生嘛 所以我常常都用这个角度去 去安慰大家呢 就是说你越是看到他高压 去对着一些重要的这些场所 有这么多的控制 不要只是心伤 一定是心伤的 但是不要只是心伤 反过来就想他比你害怕啊 他直接害怕到不敢放松啊 他直接害怕到不够胆 给你自出自入啊 如果什么时候呢 如果刚才你看到那些照片呢 你以为已经是最悲哀呢 还有下一步悲哀的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大学已经变回 好像大陆的大学那样呢 那些清华北大呢 可以在经历了八九这么严重的 这么巨大的学运之后呢 他可以变到风平浪静 波澜北京 他可以继续给你自出自入 虽然他有一些监控在里面呢 但是他应该维持一种表面的安全 其实这样才害怕 因为证明政府都知道没事了 虽然这两间大学在当年叱咤风云 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很有信心 他们已经不会再有这种这样的 蠢蠢欲动的思潮在这些大学里面潜伏 到时就真心悲哀了 行不行呢 我真的经常在想这个 其实是不是真的好像 不论世界各地那些高压的国家呢 怎样高压都好 就算阿富汗那边 他们都会 怎样高压之后呢 其实里面肯定有些人问呢 不知为什么他就要 要需要自由那种期盼 我想人是这样 还有你看到现在最近 你知道中国频频又不准你打机 又不准你这样那样 很奇怪 令到大家都觉得想怎样 我是不是应该知道多些东西呢 我想都 就是 你说的那些真的是悲哀的 大家都觉得不要了 就行了 躺平了 是 躺平了 会啊 而现在香港 如果你问我呢 我不敢排除这个阶段会出现的 就是因为越来越容易 就是一些所谓正面而健康的声音消失 比如就是今天没机会讲了 我们时间不够了 譬如说城市论坛那些 就是等于这一类越来越消失 那你议会里面就没了人 那你取而代之的 其实就是只有一些 其他声音 或者有这种规范给它的话呢 就是那种赌帽啊 塑造啊 甚至乎给你 就是因时制宜 你令到新一代都开始 懂得玩这个游戏呢 是有机会发生的事 所以就是 是的 我看这个 就是其实我最唏噓是看这张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香港大学生呢 还在发生着呢 他们有一堆学生 议会那里呢 评议会上次7月1号呢 就是这些全部是7月之后的嘛 我记得香港更加是7.21 8.31之后 就是那时候那些学生会站出来 有自己学生会的地方 现在的学生没了 就是我觉得 有些仍然不能进入校园 已经要坐牢 就是将来的香港 就是其实一向大家觉得 香港大学这个品牌很好的嘛 就慢慢送走 然后那些曾经在海外也好 没有在本地的 不知道在香港是很容易 好像不论码头 那些皇后码头 有它拿走啦 接着没多久又 那些大学 就是有人出声 不过那种不会成为一个气候 那就慢慢就香港真的不一样 是的 这个我们不希望它发生 不过也都不能够太过盲目乐观 所以如果你说结论是什么呢 唯一我们就尽量希望 留得住这些叫做正面的声音 如果不能够在它本土里留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其他地方里 就是吹一点点 深一点点 让留在岛里的人 它还可以听到一些 它觉得是公道的说话呢 我想这个 都好像是对它们一丝的安慰了 好啊 每个星期多谢你又分享一下你家庭呀 你的生活 那么再次这么说啦 就是可以就是台湾 如果你是去那边地方 又真的有个蓝盘 大家这个变成了 Gho 你英文名字是什么呀 没有的 就是Gho 就是Gho C-H C-H Travel Sky 哈哈哈 有机会希望疫情一解封 世界少回这些区隔之后 大家可以互相见面 去加拿大的 去加拿大 来台湾的 来台湾的 是 好啊 多谢你的分享 要贴着你的Gho Live Show 多谢 你会过可能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论坛 是城市论坛呢 又是等你说啦 哈哈哈 好啊 好啊 好好休息 下个星期再见 多谢 拜拜 拜拜